這個是清朝來台灣統治之後 他們已經被漢化了 請大家再看 這是希拉雅族的 這個是 希拉雅族 這是你的祖先 這是男人 19世紀就是18幾幾年的希拉雅人 這是男生 這是女生 你看喔 都有什麼 雙眼皮 雙眼皮 但是皮這樣稍微粒粒 OK 請大家再看 這個也是平埔族 這個有一點像鹿小芬 真的假的 有沒有發現 但是這樣子 我回憶起來 小時候真的在台南縣 我們留學的附近 常常女生就是 那時候那個歐巴桑就是這樣 沒孩子就是這樣 用孩子的 我沒人都這樣 我沒人都這樣 都會在這裡 這兩個穿現代衣服 那個小孩 我小孩很感人 好 請大家再看 這是陸野忠雄所拍的 抽菸斗的台灣原住民 在二十世紀初拍的 應該是大概一九零幾年拍的照片 所以 這是那時候已經吃菸斗 這是我們的這個 剛才這個 李教授說的 這個 辮子 把他盤起來的 盤起來的 那麼這是當時的小孩 但是他們住的家 又是 超廚 原住民住的是超廚 請大家再看 這也是 當時的這個 平埔族的 這個原住民 躺價 好像頭部都有 保金 保金 應該是這樣 但要請教 李教授就說 到底 我們的祖先 平埔族的原住民 有什麼特色嗎 這個 我也很難講 所謂特色 應該從體型去看 或不是研究這方面的專業 好 我們只能說從文化 影響上的話 台灣目前在生活上 平埔族的痕跡 其實還很多 還很多 我特別是 譬如說我很喜歡唱歌 我去卡拉OK 剩菜頂台灣歌 常常也頂到 跟平埔族有關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有一張歌 叫我拿手 我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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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作曲家 就是我們客家 很有名的作曲家 鄧宇賢 他去採集哪一組 我不曉得 的平埔族原調 去改編成流行曲 是 然後我們像台南縣 台南縣 我覺得有一張歌 可以做管歌 叫什麼歌 塞在那裡歌 頭笛就中了 頭笛 這就是平埔族的歌 最典型的平埔族 真的嗎 當然 譬如說 那是平埔族的歌 那是平埔族的歌 平埔族的原調 轉變過來 然後譬如說 對不起 你說鄧宇賢 那歌只有唱 那個是平埔族的歌嗎 平埔族的歌曲 鄧宇賢自己也說 我們採集從平埔族的歌 改編出來成流行曲的 那是平埔族的歌 那是平埔族的歌 就改做 再見情人 情人再見 那有什麼歌 很多 譬如說 平埔族的歌 一年過了 又一年 這也是平埔族的歌 現在歌還是改編 來去台東 火的蓮蓋 後來又變成像 白人的阿軍 死人的阿桑 是喔 然後更典型的 那個調音到不會破都一樣 更典型的是什麼呢 手啊 胸啊 記 這個就是 陳達 陳達那個就是明博祖的歌 西拉雅族的歌 西拉雅族 中東也是 火車走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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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可能是港馬蘭族的歌 在宜蘭一邊 所以這些民謠 你說誰創作 沒有人創作 自然唱出來了 太多這種歌 是 人不記得 剛才那是說 那是平埔族的歌 OK 變成台灣民謠 所謂台灣民謠 然後還有平埔族當時是有文字 曾經有過文字 曾經有過文字 那文字是什麼樣 為什麼這些文字最後會消失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見廣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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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